哈囉大家好 我是Special的石 大家好 我是Special的伊倫 大家好 我是Special的伊倫 大家好 我是Special的明杰 大家好 我是Special的伊倫 大家好 我是Special的伊倫 大家好 我是Special的紅色 大家好 我是Special的紫紅 大家好 我是Special的紫紅 大家好 我是Special的維靖 大家好 我是Special的伊倫 大家好 我是Special的伊倫 大家好 我是Special的伊倫 大家好 我是Special的風田 十二個人一字排開 光是簡短的自我介紹 就花了將近二十秒 即將發行全新專輯 《Boys on Fire》的Special 日前在預購發佈記者會上 首度全員合體登場 加入兩位新成員後 團體人數龐大 跑活動宣傳似乎也是一大挑戰 像今天舒嬅就十二個人的話 就是還蠻就是 要找那個舒嬅的天都很那個 一直找一次 當然要分一下 因為就是很多人嘛 不可能一起弄 因為舒嬅那些都 只有一兩個這樣子 所以當然大家還是要 不要換時間 那就是看誰比較深 就是要來 是這樣子嗎 沒有啦 我開玩笑 主要是贏排隊 然後重點就是 如果說 如果 有人是 昨天晚上通告比較晚 就是 讓他 比較容易見到 因為我昨天晚上才趕回來 所以今天就是 早上還去拍了一個MV 然後再去舒嬅 你的MV 對 自己solo的MV 沒有 那現場只有我一個人 對 所以就是拍了MV 之後再跟他們會合 然後一起出發到這個現場 沒有怨言 我完全很開心 替大家就是早起 團體人數眾多 兩位新成員面對的是 十位比自己早出道的前輩 未免讓人好奇 是不是有受到師兄們的 特別照顧呢 目前好像還沒有人兇過我們 都對我們很照顧 對 但大哥就是比較嚴厲嘛 對 因為要對我們自己的那個 作品要負責嘛 所以 對 你練習比較好 他以前有打人的習慣 後來 對 後來改掉了 後來改掉了 對 本來人少 打你也沒改 現在打多了 我自己骨頭不好練 老毛病腰痛 玩笑話 大哥宏敬的玩笑話 讓成員們都哄堂大笑 而8月12號即將推出 新專輯的Special 也帶來更帥氣的一面 特使們可要好好期待 他們帶來更升級的魅力囉 完全娛樂總和報導